大家好,这里是羽毛球蔡嘉童 今天我们来讲解一场男双明局 在本届苏北半决赛中 我们第一场混双末局领先被反杀 第二场女单与非力竭不敌小马达 国语的苏北之旅随即陷入危急存亡关头 在决定生死第三场男双较量中 终日双方熬战三局斗到最后阶段 关键分大战一触即发 不幸的是 小宝木组合在关键时刻先下手为强 连续砍下多个关键分 一口气把优势拉开至19比13 正当阿童昏迷不行之际 刘欧组合却化服朽为神奇 惊呆所有观众 正所谓皮裤套棉裤必有缘故 在我看来 刘欧的逆袭绝非偶然 而是采用了一项正确战术使然的结果 关于刘欧的战术 这里先卖个关子 节目的最后给大家揭晓 本期节目 我们直接从最后的关键分大战开始 重走中国队的奇迹逆袭之路 那么话不多说 马上开始节目 19比13 中国队一个发接发 形成连续压迫 日本勉强化解 最终还是丢分 这是身高必长属性 在往前占优的案例 日本的连续反抢都未能过掉封网的小刘 反被刘一个反派篮抽截胡 有了刘在前场的滴水不漏 等在后场的欧自然水到渠成 14比19 日本欢迎颜色 抢揭发成功夺得进攻机会 可惜用力过猛 砸出界外 这一分只能说矮个子就是吃亏 日本球手有点够不太到最佳技术点 假如能在青春期长高10公分 那这里将会是一拍钉地板 15比19 前场争夺 中国率先进攻 最终 日本企图蓝钓反击 吃雾下网 最后关头 日本的蓝钓追求的是贴网的质量 这是一大伏笔 我们接着看 16比19 前场争夺 最终 日本封网得手 就这样 中国队被逼到了悬崖的尽头 然而 就在此刻 奇迹即将上演 20比16 中国抢揭发形成平抽 中国的平抽压住了日本的站位 为这排收掉创造了时机 日本被迫祈求 中国进一步形成杀风战位 此时 日本扑往反抢 中国以快打快 结合妙手斜线拉开 成功逼迫日本失误 17比20 日本抢揭发形成压迫 中国继续以快打快 中国祈求很到位 日本杀不出威力 刘宇辰主动迎前抢点 加力抽压反打 就这样 中国成功夺回进攻权 杀加风 逼出日本失误 18比12 日本抢揭发 中国加力反打 再次逼出日本失误 重看慢放 中国队做出了两次躲避 第一次日本揭发直推流脸门 流迅速躲避把球让给欧 欧眼急手快 马上完成揭力 第二次欧判断不及 直到最后一刻才发现是界外球 再次完成惊险躲避 这一分相当刺激 19比20 流发揭发 风网则手 风网而已 多简单 不就是要眼急手快吗 追看刘提前做出取拍动作 已经预判到了对手的来球 一时先行加弊场属性 刘一抓一个准 追看一个惊险的细节 日本搓出了贴网悬球 刘在九死一生之中 找到了球头 比分来到20平 开局中前场争夺 日本勉强杀一拍 最终 日本的回撮下网 重看慢放 发阶发阶段 双方僵持不下 都想通过党员网逼迫对方起球 中国虽然起球了 但前几拍的快速拉扯 也让日本立足卫稳 难以杀出威胁 中国轻松弹出大界线 以此制造攻防转换 就在中国即将形成杀锋之际 日本显然不甘心交出后场球权 因为中国的杀锋威胁极大 起球稍有不到位就会被钉死 刚才已经有过前车之鉴 而假如太锥球到位 又容易出界 再加上关键分守紧 出球不稳定 日本刚才已经连续三次起球出界了 所以此刻 小林又无再也不想陷入这种祈求 等于大概率丢分的绝境了 用一句文言文形容小林的心境 大概就是 金王一死 举大一一死 等死 死国可乎 于是在这种与死网破 孤注一掷的思维主导下 小林戳出了神助攻 保木大呼 最后一分 二十一比二十 最终 接下来 我们揭晓留欧组合 在关键分阶段用到的战术 阿同院称之为加力战术 重看最后一分慢放 刘发球 日本加力推扑 中国加力反抽 日本卸力挡网 正是这个球速略慢的挡网 给了中国冲抢上网的机会 也正是从这一派加力的封网开始 日本再次身陷九死一生的下手球防守局面 直至落败 看到这里 应该有小伙伴get到我的意思了 在我看来 刘欧组合在最后关头 面临的是加之量 还是加力的取舍难题 前者加之量以斗网为主导 后者加力以抽压 推扑为主导 刘欧非常坚决地选择了后者 这是他们稳操胜券的关键因素 且听我的分析 在决定胜负的关键分解点 球手的内心是非常非常紧张的 极其容易因此而出现细微的动作变形 从而增加失误的概率 这样的失误对斗网的影响 是远大于抽压推扑的 所以采用了更加稳妥的加力主导型战术 而不是更加冒险的加之量主导型战术 是刘欧组合始终没有失误崩盘的根本原因 反观日本队 关键分加之量斗网失误 直接葬送了谨胜的所有士气 回看最后几分 不管是中国队还是日本队 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守紧失误 且都出现在加之量上 这便是守紧对加之量的影响更大的直接证据 回挫 加的是贴网质量 拦掉 加的也是贴网质量 但也有例外 日本队在14比19杀球出界 则不属于加之量失误 而是属于加力的失误 假如说 守紧对加之量的影响是追求贴网 导致不敢太用力 那对于加力的影响就是追求求微 而导致太过用力 虽然无论是加之量还是加力 都会受到守紧的影响 但正如前面所提到的那样 守紧对加之量的影响无疑是更大的 刘欧坚定不移地选择了加力的策略 毫无疑问是个明智的做法 既能避免失误 还能形成压迫感 动摇对手的内心 但这还没分析完 高考选物理的同学应该知道 力是矢量 也就是有方向性 在向上向前向下 这三个加力的方向上 守紧也会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其中对向上发力的影响最大 也就是起球容易出底线 而对向前和向下发力的影响较小 也就是平抽和杀球 不容易出底线 只要不是太贪心 基本上不会像14比19这分一样 在向下发力的情况下砸出底线 而这又是刘欧逆转的右翼关键 由于刘欧在最后关头的战术执行太好 太果断 成功抢占了大量上手球的击球点 导致日本队只能频繁拿到下手位的击球点 换言之 就是中国向前向向发力 日本向上发力 在这一刻 失误的天秤就已经不知不觉 向着日本队一侧倾斜了 20比16 中国向下发力 日本向上发力 出界 17比20 中国向下发力 日本向上发力 出界 18比20 中国向下发力 日本向上发力 出界 莫决概括 在加质量和加力之间 中国和日本很大程度上 都选择了失误较少的加力策略 日本队也想像中国这边一样 抢夺向下向前发力的机会 但凭抽 抽不过我们 杀球压不住我们 很快就会被我们制造出攻防转换 假如不甘心被我们夺回下压权 就只能踏上加质量的不归路 换言之 就是我们抢夺发力权的本领 比对方更出色 日本只能被迫向上发力防守 凭借这一系列绝妙的思考 取舍 强势的争夺 坚定不移的执行 中国队成功在致命的手紧中 避开了大部分失误 独独留下日本组合 风中凌乱 曾经有人说过 不是人造就了时代 而是时代选择了人 人所拥有的一切 很大程度是天的馈赠 但这样的观点 只适用于我们这些平凡人 在这个世界上 总有一些内心强大的战士 在遭受到命运的安排 在面对上天的戏弄时 敢于破口大战 敢于高呼 我命由我不由天 总能在最后关头创造奇迹 而在今天 在苏州这座美丽的城市 假如奇迹有颜色的话 那一定是中国红 最后一会儿的城市